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和大家开箱了 今次会开箱的就是这五款游戏 第一个业界设计的就是这个 英雄总是在下一角度 它是一个关于英雄争取英雄寶座的卡牌游戏 首先有一本说明书 说明书里面有写上不同英雄的设定 然后就可以看看卡牌 它每个英雄都是一种颜色的卡牌 而左下角就会有显示到 这个英雄总共有多少卡牌 而每个英雄上面都有不同的技能 而右下角就会写入不同的分数 有些会是负分的 上面还有不同的插画 这只巫师猫可以看到它眼里面是爆红筋的 除了基本的游戏卡牌之外 这个游戏里面也包含了这个 男士优先擴充 可以看到有国王和皇后等不同的角色 国王很特别就是只有一张 之后要开的就是这个 跑跑龟迷你版 可以看到正常版和迷你版的尺寸分别 最后版这个尺寸当然很方便 由于它的玩法和正常版有点不同 所以它的狗狗数量也比较多 每一种颜色的龟龟都会有两种 而且也都加入了一只黑色的龟龟 不属于任何一位玩家的 它每一只龟龟的表情都会不一样 卡牌方面 身份卡亦都有五种颜色 可以给五位玩家同时玩的 而其他行动牌就和普通的跑跑龟差不多 都是有不同的加好和颜色 还有彩色的龟龟 而特别小小的就是会有六张的这个摇摆卡 还有三张的生菜卡 代替正常版是终点的 看完跑跑龟 我们就可以开了另外一个龟龟的游戏了 龟鹤大风春 它是一个考虑辨识能力和记忆的游戏 打开首先会有一张很简单的说明书 然后就会有三只龟龟和这些龟龟的版块 这些版块的背面都是一样的 而正面就是不同颜色的龟 然后我们就看这三只龟龟了 这三只龟的龟鹤是可以拿开的 都可以对调 这样就会做到不同配色的龟 让我重现卡牌上面的画面 以后我们就要开这个 时间守望革新深海计划 它可以配合时间守望革新复兴去玩 也可以单独去玩 首先它里面有个说明书 有下角有个QR Code 方便你们看最新的规矩 然后就有最主要的故事卡牌 通用卡牌和个人卡牌 还有一些Token和粉尘精石 卡牌方面角色卡总有四张 而它的背后也会写上这个角色 不同属性的数值 有部分卡牌上面会有XP这个标识 那便代表这张卡可以配合 时间守望革新复兴去玩 但如果你没有买到时间守望革新复兴的话 这样你只要分入这个标识就可以了 然后就要开这个生恶之王 它是一个放箭板块和资源管理的游戏 首先有一本说明书 然后就有游戏图版 它分别有两面 一边是秋季一边是冬季 然后就会有一个盲抽袋 拿来给你抽不同的雕像机座 之后就会有不同型重的隧道板块 上面的孔孔可以刚好这样套着 版图上面的图示 好自愈的 还有不同的资源Token 除了这些最常见的方块之外 还有这些细细的擴长木车 和锤仔的 然后就是每个玩家都会有的 计分指示物 戒玩版块 起始巨魔卡 和玩家版块 除了起始巨魔卡之外 里面还有55张其他巨魔卡 还有6个大厅版块 和21个的雕像 还有咒语卡 上面也有不同的咒语 还有这些英雄卡的迷你擴充 令到我们的玩家 在开始游戏的时候 都得到一个传说足的英雄 得到更大的力量 那今天的开箱就来到这里 这些游戏在CAPFONE已经有得买了 游戏趣的话 记得留意我们的Facebook和Instagram 而言之后 走开玩家 在电话里再来 再到这里 herzlich入口 开玩家 因为本门 在电话里 都可以 你